今天要轉回到國內的雷關 是昨天下午在新北市樹林區的 潭新路一處民宅發生了火警意外 現場儀式是一對情侶發生爭執 其中男友情緒激動開瓦斯來引爆 就因此造成兩人受傷 還有一人死亡的慘劇 不過根據這女方在警訊時候透露 說當時這男友手持 類似土製炸彈的藥物來引爆 今天火調客以及監視科人員 重返現場要進一步來釐清 造成爆炸案的真正原因 攤驗車消防車停在路邊 多名火調客及監視科人員 先後快步走進樹林區 潭新街的一處民宅 前一天這裡發生嚴重氣爆案 時間回到25號下午 消防人員火爆民宅失火 立刻出動灌水搶救 同一時間一對男女從公寓裡逃了出來 男方雙手掀血直流 四根手指慘遭炸斷 女方則是腰部和手部都有輕微燙傷 而這起氣爆案會發生 疑似和這對男女脫不了關係 根據澳界氣爆的民宅 是包含頂家一共七樓的建築物 流行男子和岩姓女友 事發當天在屋內發生口角衝突 情緒激動之下 男方作出失控行為 導致房內充滿毅然氣體 四樓至五樓夾層爆炸 波及其他住戶 警銷進一步搜索在六樓到七樓的樓梯間 發現一名離姓男子送醫後不致死亡 死者家屬當晚協助做完筆錄 快步走出派出所不願多說 根據了解死者是屋主的兒子 和情侶黨本就認識 調查還發現三人都有毒品前科 目前女方到派出所公稱 當時男方手持類似土製炸彈的黑色爆裂物 火雕科二十六日重返事故現場調查 要再進一步確認這起氣爆案是否有其他內幕 記者做報導